今天早上大概七點半左右 在岡山區發生一件異影車由北向南 行駛成功路要右轉嘉欣西路 與前方的機車擦撞 機車線航倒地 所幸機車騎士只是手腳擦傷 送繡船醫院醫治 沒有生命危險 針對大型車事故的防治 本分局在9月18號已經邀請轄區 所有45家大型重車業者 到分局舉辦座談會 針對本分局轄區 依照式的路段跟路口 有提醒駕駛人應該要減速慢行 並注意行車安全 本分局在此宣示 針對大型車的違規 我們為了維護用路人的安全 一定會嚴正執法 加強取締 高三分局在此呼籲 有關機車騎士 行經大型車的時候 應該要特別注意 不要停留在大型車的前後左右 特別是它的右側 你不要想要故意想要超車 這樣很容易造成視線的死角 或者是內輪差 引發重大的交通事故